遭到俄军占领的赫尔松 乌克兰民众再度成群高举国旗上街示威 枪声不断响起 俄军坦克就在旁边 乌克兰民众依旧愤怒呐喊 谴责俄罗斯入侵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不顾自身安危 离开藏身的碉堡 走入到一家医院去探望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除了问候受伤士兵 显话加长 还亲切跟伤兵自拍 并且趁这个机会 颁发寻张给伤兵跟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泽伦斯基随后又发表新影片 谈到他愿意跟普钦面对面会谈 为在基辅西北方 距离五公里不到的城镇 伊尔平爆发激烈向战 显现基辅决战时刻即将到来 不过阵守伊尔平的士兵 坚守阵地 说他们等着迎战二军 据传伊尔平已经有三层面积 落入俄军掌控 乌克兰士兵一边防守 一边协助民众撤离 能走的人前几波都已经撤退 剩下的都是得用担架抬出的伤患 或是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 士兵牵着老奶奶发抖的手 耐心等他一小步一小步 跨过临时架设的木板桥 希望首都决战时刻万一真的到来 这些平民的死伤能够减到最低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